歡迎和范太一齊Fan Dining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黑毛豬豬油拌飯 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人都煮過 或者很多人都煮過的飯 因為這個飯有三個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我們一齊去片 我們回到范太廚房 我們今天做這個黑毛豬豬油拌飯 的三口是什麼呢 第一 我們最重要是米 這個米就是和范太的配方 混合出來 這個米就是新米、舊米 混合出來的效果是很配合的 跟這個豬油拌飯 我們現在就是 稍不少我們先洗到米 然後就幫忙蒸 跟著就是我們要給這個炸的豬油渣 豬油渣就是我們用豬板油 豬板油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出來的效果它是會白一點的 還有這個油香是會多一點 而且油量都會有一點的 所以我們用這個豬板油來做 那就是第二個好 第三好就是我們這個西班牙門口 吃醬果的米酒豬肉 它的韌度是有一點的 另外就是它配下去這個飯那裡 那個豬味的香是真的差很遠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煮了 那現在我們就炸這個豬油 炸豬油其實都有很多個方法 但是我們今天容易的 我們開始就是把豬油放進去 但記住就是我們第一天要凍薄的 不可以熱 然後我們先把它出一出水 這個步驟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不出水 那些雜質 你待會你會看到很多雜質 如果你不出水的話 它拿出來的豬油它不能夠香 還有它會有一股很豬的味 很嗶的味 即是豬的嗶 所以這個步驟其實很重要 我們出水滾了之後 我們大概就等一兩分鐘 這樣就可以拿得起 那其他水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炸 又是凍鑊 千萬不要熱鑊 如果熱鑊的話它就會很容易焦 還有有一股糯的味 不好吃就掉了 很快就出很多油出來 游泥呢 很清淡的 還有很多的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放少許鹽 在這裡大概是半茶匙的鹽 放進豬油那裡 炸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們最後想起鍋的時候呢 我們就開大火 炸大約10秒左右 然後就立即拿起鍋就可以了 你們聽到聲音都聽到 它在那個什麼那裡 都已經有一些香香脆的聲音 接著呢 我們就切了這個紅豬 焦了它 你看紅豬的肉花很好 你看很好 真的很好 你看很好 我們切片 就不要切太厚 盡量切薄一點 再加一點藍魚醬 加一點藍魚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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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藍魚醬很香 弄太多 如果加太多 會很鹹 加藍魚醬 加這個藍魚醬 煎這個豬肉的時候 我們要逐塊放下去煎 如果不然會搭著的 用來煎出來的效果就不擔心了 油不要太滾 太滾下去很快就焦了 太干也不好吃 半煎炸的形式 半煎炸的形式 差不多熟了 飯蒸出來很漂亮 一定要趁熱 放入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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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油 用2份生抽 1份老抽 再加少許酒 混合這個醬汁 配合一起吃 飯會一絕 放入乾蒜和花生 放入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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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一個靈魂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 黑毛豬豬油拌法 好嗎 我們一起來試試 好嗎 剛才開啟的頭 已經很餓了 對嗎 快點試試吧 先試試吧 好 很香 我們直接吃了 很香味 豬肉 米是否很好吃 它是軟熟的 但它是有照顧的 是嗎 你不說 我都吃到它是有些 每一粒的質感有些不同 不同 因為它的形狀是不同 不同米 所以有些形狀是長一點 有些是軟一點 咬下去 咬下去 咬口 嗯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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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對 對 對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 Like 和分享 對嗎 對 我第一次學做 有些什麼做得不好 大家上網 記得在下面留言 告訴他們 有些什麼做得不好 好 好 就這樣 拜拜